其實你在做前彎動作 最大的一個緊繃點就是 國旁肌 也就是腿後肌群 所以你不要小看國旁肌這個肌肉 這個肌肉只是因為你久坐 沒有適當的伸展 它會連帶的影響到我們 全身的肌肉的緊繃 還有動作的控制能力喔 坐在椅子上你要把腳伸直 你也會伸不直 如果你硬要伸直 你的重骨就會被往後拉 所以坐在沙發上也容易駝背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先記得按下方的訂閱 訂閱是不用錢的喔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很多人在年輕的時候啊很容易 就直接把手碰到地板喔 可是年紀一大呢就只能摸到這裡 或只能摸到這裡就覺得下不去喔 那你會覺得筋骨變緊了變硬了 其實你在做前彎動作 最大的一個緊繃點就是 國旁肌 也就是腿後肌群 而腿後肌群一緊繃 全身的肌肌膜就會跟著緊繃 它在我們在運動圈裡面 就是一個魔王等級的肌肉群 就是你很難把它拉鬆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坐下來 它就處於緊繃的狀態 而現代人呢 久坐的時間實在太久了喔 好 我先講一下 骨額旁肌在哪裡 骨旁肌的位置呢 就是當我們坐在椅子上的時候 你摸摸看你屁股正下方 一個硬硬的骨頭 我們那個地方叫做骨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骨 好 這個地方做骨喔 它從做骨啊 往下跨過膝關節到我們肥骨頭 這個叫做骨額頭肌 然後從這裡呢一直在往下 跨到我們頸骨的後端 穿過關節裡面一直到頸骨的後面喔 叫做半腱筋跟半膜肌 所以呢從這裡一直到下方的 骨額頭肌半腱半膜半膜 這個呢就變成我們跨過了 髖關節跨過膝關節的一個肌肉群喔 那它跨了兩個關節 所以很重要的地方就是這一點喔 它跨了兩個關節 所以你在做前彎的動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它會受到一點限制 因為你的坐骨必須抬高 那這時候它很緊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喔 或者你坐著椅子上的時候 坐在椅子上 你要把腳伸直你也會伸不直 如果你硬要伸直 你的坐骨就會被往後拉 所以坐在沙發上也容易駝背 這些都是骨額旁肌的作用 所以這條肌肉呢 並不是讓你久坐用 它要讓你走路往前推進的時候用的喔 所以骨旁肌有一個最大的功能 就是向後把腿抬起來 所以把伸腿的這個動作 還有第二個功能 把腳勾起來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勾起來 那因此呢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很重要的順序是這樣喔 如果骨旁肌沒有變得很短很緊 是正常的功能的情況下 我們通常在走路往前推進的這個動作呢 是由臀部先啓動的 啓動順序是一二 然後才會是對側的腰 然後最後才是同側的腰 所以是一二三四 這樣走路在推進的時候會有一個順序喔 可是呢如果我們久坐 坐太久了 這個肌肉繃得很緊啊 一直在那種短的緊縮的狀態 它在走路的時候呢 它就會很激動的說 欸我來我來啦喔 那這時候的順序呢就會不對了 啓動順序不對就會導致我們的臀部 欸這個過度的被激活 它用太用力了 太認真了 所以這個臀部就會休息 所以變成臀部失憶症 所以臀部就會變點變寬 壞闊下垂喔 都跟久坐有關 那間接在走路的時候 臀部沒有功能 那還有你的腰背就會更緊繃 因為它也必須更多的出來用力 因為臀部都不用力了 那臀部不用力竟然是因為裹旁肌 太緊繃所造成的 所以你不要小看裹旁肌這個肌肉喔 這個肌肉只是因為你久坐 沒有適當的伸展 它會連帶的影響到我們全身的肌肉的緊繃 還有動作的控制能力喔 既然裹旁肌的縮短是現代人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喔 它影響全身很多 那麼我們該怎麼解決呢 首先一定要記得做運動喔 那運動的方式 老師已經事先錄好影片了 請大家參考之前的影片 國旁肌的伸展運動 那我們要注意喔 它不是一拉之後很快就會熟 你要經常拉 甚至於要睡覺前天天拉 所以老師很崇尚你 多拉這個國旁肌 可是除了在伸展之外呢 我們也需要做的事情是 怎麼要來防止它更惡化喔 那我們在生活中呢 有幾件事情呢 可以特別注意 如果條件允許的話呢 我建議你使用 像我這樣子的電動升降桌 這樣電動升降桌的目的 不是要你站著不動 是要你偶爾可以坐 偶爾可以站喔 那如果可以變換姿勢的話 這個國旁肌呢 比較不會一直處於 久坐緊坐的狀態 那未來呢 老師會拍更多有關電動升降桌的 使用的方式跟挑選 因為電動升降桌 我認為是未來的主流喔 好 那麼第一件事情呢 關於你坐下來要準備一個腳踏板 你有沒有在坐下來的時候呢 把腳這樣勾起來呢 或者這樣縮起來呢 如果是這個習慣的話 會讓我們的腿後縮得更短喔 所以這個時候老師才會推薦說 一個腳踏板還蠻重要的喔 那老師推薦呢 AKA的腳踏板 它可以調整這裡的高度 跟這裡的高度 而且它有四段變化 那這個腳踏板用來做什麼呢 可不是腿短的人在用喔 你的腿如果夠長啊 像老師雖然腳可以踏穩地板 我也可以用它來伸展我的 這個腿後肌群喔 所以如果搭配一個有斜度的踏板 在坐著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會坐得比較穩 大腿跟小腿的角度拉得比較開 才不會一直長時間讓我旁肌縮短喔 第三點呢 我們坐下來的椅子的椅面 最好能夠大一點喔 可以讓我們壓力比較能夠分散喔 那最好呢能夠試壓的材質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這個前方的這個橫向的這個支架 有的會做起來很明顯 有點像是我們小時候做的行軍椅喔 旁邊那個硬硬的桿子 會讓我們的裹旁肌受到很大的壓迫 那個是特別要禁止的喔 現在老師就要用這張我很喜歡的升空椅 看它如何放鬆我的裹旁肌 以及我如何同時可以滿足我打電腦 還有使用手機 看書 休閒聽音樂 還有睡午覺 通通可以滿足的這個使用方式喔 我所做的這張升空椅呢 因為有這一個42公分的腳拖 所以我特別喜歡 但它使用方式也有很多的美額喔 好請聽我微微道來 第一個要善待裹旁肌群 就是我們座位面積可以加大一點 所以呢在這個地方呢可以按一個鈕 來調整我們的深度 像我比較高我就要做的比較深一點 這時候做的會更舒服喔 那第二個呢我在看書 或者是看手機的時候 我可以讓自己休息一下 但是我想要把腳抬起來 這件事情呢 是可以讓我的裹旁肌群來延伸的休息的 可是因為當我抬起腳來的時候 大腿的跟身體的角度太正了 這時候容易讓我的腿很緊 那如果硬要放下去的時候 我的骨盆會厚起 那這時候如果在這個時候 姿勢之下休息反而不好 所以順序上是這樣喔 你要先把身體傾斜 例如我如果看手機的時候 我傾斜角度它有四度 我就來到第一度 微微的傾斜就好了 這樣的角度 因為大腿跟身體的角度拉開了 你把屁股塞到椅子最裡面 你的坐骨就會往前退 而不是做這個樣子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拉開腳脫 再把腳跨上去 就會非常的輕鬆自然 好這時候我拿著手機 想要看手機呢 如果我的扶手太低了 我就會這樣看嘛 所以我的扶手一定要能夠調整喔 那它有4D扶手 什麼叫4D 上下是一個調整角度 前後調整 左右調整 還有往內縮跟往外縮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很容易調到我要的高度 我這個時候手輕鬆靠著 我可以這個時候 在把腳伸腿 開始休息的時候 就來看手機 非常的輕鬆 同樣的如果要看書 兩隻手要扶著 我另外一邊的高度也可以拉高 調整到我要的高度 這個時候看書也很輕鬆 那至於你說老師 為什麼不可以太後勤 太後勤用來睡午覺的知道嗎 如果你太後勤的 這樣子看書 你會覺得你的頭會壓迫到 所以這時候通常是用來睡午覺的 睡午覺的時候就可以再放低一點 所以這個手臂啊 輕鬆的讓我能夠做到很輕鬆休息的時候 所以這時候大腿角度都有拉開喔 好那這時候如果睡午覺休息可以起來了 或者聽音樂都可以喔 好記得我們身體回來 那麼在頭靠的位置啊 提醒大家 頭靠呢它有一些3D的頭靠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調整到你腰的高度 不要讓你的頭靠在睡覺的時候是拉出去的喔 好再來我們背部呢 需要能夠有很好的支撐位置 如果呢我這個椅子是在這個位置 那我的腰就靠不到 對不對 很多椅子那你沒有辦法靠到 所以它有5D的高度調整 1 2 3 4 5 那再拉高就下降了 所以對我來講是第4段 大概這裡 我的腰就有支撐很好的效果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好我們要打電腦喔 記得服務手的使用方式呢 不要太高 如果你太高了我會有點聳肩 這時候打電腦就不對了喔 這樣到多高呢 手肘在肩管節下班 微微的懸空 一點點懸空 甚至於你可以輕鬆的移動 這個時候你在做打電腦之時 它只是輕鬆靠著 很輕鬆 所以不要調太高 讓自己是聳肩的狀態喔 其實服務手本身是讓你休息 手放著用的 根本不是讓你打電腦用的喔 這張升空椅呢 它可以讓你在看書 看手機 休息聽音樂 打電腦都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最後提醒大家 一般椅子的高度呢 很容易45公分 就是它最低的高度 因為歐美人的尺寸呢 就是在這個高度喔 所以如果你的身高 不到160公分的人呢 像這樣的椅子 對你來講可能高度比較高 你的腳會踏不穩地板喔 那怎麼辦呢 你就要去找有沒有低於最高的高度 坐身的最高的高度 是低於45公分的 比較能符合你的身高 或者是你的身高 雖然不太符合它 但是你用一個腳踏板 也是可以搞定這件事情喔 好那最後呢 裹旁肌群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好的運動習慣 所以再次強調裹旁肌的運動 一定要去看喔 除此之外呢 好的椅子 配上好的知識人知 才能夠有一個很好的知識 不過最好的知識永遠是下一個知識 所以維持知識多樣性 不要久坐 對這張椅子感興趣 或者對我們腳踏板感興趣的朋友們 請到下方說明欄位 有更清楚的介紹 最後讓我們一起健康自己來 接著請頂的 請按請按 gri-抖板 1-4-4-5-2 5-5-1 4-8-5-6-7-3-4-3